大家好 今天呢 接下来的几期我将给大家带来一些我近日有练的一些动作 都是一些套招 一个招数呢 它不是这个招数的全部 它只是这个招数的一部分 你面对不同的防守和不同的情况 你需要不同的招数去应对 但是都是一个系列的招数 在你练了以后 你打比赛的时候 你也不是说非要去做哪招 但是呢你的潜意识就会帮助你自然而然的就到这了 就用出来了 因为你才过去练过这个东西 但你也没有故意要去做它 所以呢就是 但你知道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我们做一些动作 我们这个动作是一个三维鞋动作 我到这儿 拿球了 头楼甲动作 顺步凸 转身 这是这个动作的起始 从而然动作 蹦 蹦 蹦 后车步 头楼 这是第一式 第二式 蹦 蹦 蹦 运一下后车 第一式是 这是第二式啊 第一式是 到这儿转身完了接了就后车 第二式是 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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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头楼 第三式 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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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投楼 第四式 第四式 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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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拜佛 e and out 上儿 第五式 第五式 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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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现在呢 我们 最高境界 高级境界是五眼 所以你们看 感受 我们把五式都做一遍 从头到尾 不说话 咱们不说话 有一个 我非常喜欢的 一个短语 叫做 自己看着办 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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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武士连招 欢迎大家购买篮球训练计划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